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前律政司司長梁愛思華 中央提出以決定加修法方式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法理基礎充分 至香港目前不具備條件,完成整改五部曲 完善選舉制度,只能以中央提出的決定加修法方式進行 全國人大會議正審議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組案議案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思解釋 中央提出以決定加修法的方式 來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法理基礎時話 香港特區是根據中國憲法第31條所設立 特區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 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而憲法第62條就列明 全國人大行使的職權 包括決定特區的設立和其制度 以及應當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的其他職權 所以在法理上完全有基礎 和基本法條文沒有衝突 據說基本法的證文中 列明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都需要根據實際情況規定 這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不需要修改基本法證文 但是要修改附件一同二 梁愛斯解釋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4年對附件一同二的釋法 無論時間還是立法會的人數 已經不具備條件完成政改所需的五步曲程序 因此需要修訂 梁愛斯認為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獲得全國人大授權之後 並對基本法附件一及二進行修訂期間 特區政府會聽取各界的意見 相信可以向中央反映香港特區的聲音 富翁衛視記者 彭受警報道